沙巴明星党有意西渡半岛 征战来届全国大选 有消息说 党主席拿多斯里·沙菲叶阿达 已经接洽了多名西马的议员 为大选铺路 其中就包括了莲花院州议员黎维昌 不过当事人今天接受本台访问时 否认了这个消息 但他不排除 下届大选以其他政党的旗帜上阵 水兰额莲花院州议员黎维昌 今年4月因私人理由宣布退出民主行动党之后 政治动向一直备受关注 有消息说 民心党有意西渡半岛将黎维昌纳入麾下 但当事人接受本台电访时做出否认 沙菲叶阿达他有过来接触几个国州议员的消息 我没有听过了 那我本身没有在这段时间没有跟他会过面 那之前是有曾经有见过面 我会不会加入明星党 或者是以独立人士来打 来捍卫这个莲花院议席 这个还是研制过早了 因为目前我在专注于我的选区工作 李伟昌认为 选民不再盲从以投党不投人的方式履行公民责任 来接大选将是选党也选人的年代 因此想要突围而出 孤军奋战或许不是上策 他会考虑加盟其他政党上阵 目前还没决定 是否继续攻打莲花院州议席 或是转攻颁登国会议席 我会考虑加入其他的政党 但是当然我本身在这个政治的这条路上面 有些敌对阵营 都是一直 我不会欣赏他们的作风 那些都不是我的选择 如果是说要选择一个政党加入的话 我会选择以民为本的政党 以民为本是有很多种的 有一些是可能只是高喊口号 可是做起来就没有劲的 李维昌目前以独立人士身份 在选区服务 最近忙着协助无国籍的孩子 申请大马公民权 马兴社电视卢书方采访报道